有著深邃輪廓的布農族女戰士古小雙 在亞運拿下金牌後一戰成名 近日在全大雲第二輛級順利奪下金牌 古小雙也放眼2020東京奧運 在奧運積分年積極搶分 因為我們的積分賽是達到明年4月 然後我們在今年度幾乎每個月 都會有一戰的公開賽 就是要一直飛出去國外這樣 所以其實每戰的目標都很明確 就是設定在哪前三 就是把自己的排名再往上推這樣 古小雙代表北師大成功完成四連霸後 目前也已考取台體大競技系研究所 明年將披上台體戰袍 與黃太奇教練一同拼戰更多比賽 因為他本身他的質就不錯了 我們就只要把他的體能跟他的 在技術上可能就是再加強一些 未來會更棒 他現在是世界排名第五 未來就是這個比賽完以後 他未來的規劃就可能就到台體 因為家庭的關係離學校也比較近 回去或是說來回 對他來講 對爸爸的思念也比較不會那麼大 四年一度的奧運是運動員仰望的最高殿堂 近期古小雙將陸續出戰 將身體調整到最佳狀態 在更多國際賽搶下積分 將排名往前推 目標直指東京奧運 記者趙雲 劉宜萱嘉義報導 到處 頂居